今天的E知国股推介是 顺宇光学2382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早选选 原因是港股2021年跑输全球 展望2022年 元宇宙预料会继续成为市场的投资热点 股品看好顺宇 在光学零件部分之中 顺宇将VR等新兴领域产品归入了分布 其他镜头类别就根据顺宇内部表示 这个分布绝大部分都是属于VR产品 2021年上半年 其他镜头类别 毛利率由2.5%提升到38.9% 年头11个月计 其他镜头出货量近1.0400万件 内年增速达到9.1% 反映VR产品的需求持续往性 我顺于估计在第四季内累积才有2成 不考人大使 并且成为升幅最大的蓝筹 策略上未有货的话 可以240元附近收集 目标270元跌穿222元减持 毛利率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